換一個熱鬧的場合要來關心的是呢 為了要拼人氣 市議員參選員他們成立競選總部 都要出奇招了 像是台中的這個議員參選員 這一回找來了郭子前模仿諸葛亮 場子果然超超級熱的 那麼在台北方面呢 本來這個吳志剛一個上偶 頻頻預告說諸葛亮本尊會來站台 還吸引了大批的民眾 結果最後呢本尊沒來 居然只有送個花籃來 小亮歌主持Agera現唱 演藝圈的長青樹出籠 連好久不見的孔鏘老師 都下海伴奏 那麼多議員stand by 原來是主辦單位不停預告 諸葛亮將壓軸登台 開下一票阿公阿嬤 圍到台前引頸期待 想不到只等到花籃 花籃跟本人差很大耶 想看諸葛亮只考到中部看山寨版 白卡街啦有沒有 唱歌叫唱台 但是當初是在高雄 南部就上台的時候 大家也看他沒去 大家也說 小梨馬比唱歌要怎麼唱台 小梨馬比唱歌要怎麼紅 但我去高亮改主持 郭子前板諸葛亮順便把人 在台北的阿雞拉也介紹到了 在台上助選把場子炒得有夠熱 辦相指定諸葛亮光一場 只有六位數字進帳 那為什麼今天要選諸葛亮 因為這個地方上他比較鄉土嘛 他是打著本土的候選人 那這個顏立委有交代就是說 這個盡量以本土的這個造型出來 模仿功力了得 山寨版也很逼真 看得台下觀就莫不轉睛 就算本尊哪都沒現身 但是光靠諸葛亮三個字 本尊山寨都席票 中間新聞台北台中綜合報導 Dابrik